大家晚上好,我们又见面了 欢迎大家准时参加我们每周六的教育业现场 我是Enlightings Education 湾区办公室的Manager Allie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何能够成功拿下美国私立高中的offer 那么问题来了 什么样的孩子适合就读私立高中呢 私立高中的录取又有什么样的要求呢 今天讲座的分享人是我们Enlightings的创始人 同时也是我们的资深升学顾问Ben老师 给您带来超硬核申请密技解析 同时我们也很高兴地请到了今晚的嘉宾 也是我们的学生Peter和他的妈妈Jing 欢迎Ben,欢迎两位嘉宾 大家晚上好 感谢Peter和妈妈参加我们的讲座 欢迎Peter,欢迎Jing 嗨,大家好 大家好,嗨, everyone 好的,那对于第一次参加我们讲座的家长呢 可能还不了解Enlightings Education 我们创建于旧金山湾区 致力于将学生的个性、天赋、价值、目标 四个元素融合在一起 针对每一位学生的独特性 通过教育引导 配合课外实践活动 来启发青春期的孩子 让他们顺利度过紧张而充实的高中生活 在收获理想大学录取的同时 实现自身的成长和进步 我们的团队是升学规划服务 涵盖一对一的高中和大学申请指导 暑期活动规划、职业规划 高中AP Honor私教课程 SAT、ACT考试培训 还有青少年个人成长的培养 基于对美国高中和大学升学的深入了解 我们服务超过来自北加30所高中的学生 包括南湾、东湾、三藩市、半岛还有Sacramento地区 在南湾的Cupertino和东湾的Pleasanton都有办公室 我们所有Enlightings的顾问老师都是全职员工 为的是能够有更充足的时间和精力 认真辅导每一位学生 我们坚信学生的成长和进步才是教育的本质 顾问团队会结合每个家庭的情况和孩子的理想 来制定专属的教育规划路径 让孩子在人生最重要的阶段获得最专业的指导 同时拿到最满意的结果 好的 那么下面就有请Ben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大家晚上好 欢迎参加我们每周的分享 然后今天的主题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我对美高申请的一个总体概括 包括一些申请的密集 我们也叫密集 还有家长在选择美高 包括什么样的孩子适合美高 这个我们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然后大概在30分钟之后 我会shift到我们今天的访谈节目 有请我们的学生Peter和他妈妈一起分享 他们美高申请之路 那么今天开始今天讲座 这只有一点我的个人介绍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前两条 后面都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就是关于我们的理念 我们这个团队 我们坚信的是现实的理想主义教育者 因为我觉得美国现在整体的氛围 如果孩子是在一个比较liberal的州的话 如果是读的那些UC之类的大学的话 它是比较偏理想主义 这个是没有坏手 但是在现实的社会中 这条可能行不太通 然后我们既现实有理想 就是希望帮助孩子实现梦想的过程中 能够定位清楚 得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进步 而不是说达到一个他不适合的程度 然后第二条就是具体怎么实现 我们现实的理想主义教育理念 就是坚信成长和进步 因为我们认为每个孩子基础不一样 大家资源也不一样 所以只有进步还有可可视化的成长 才是教育的本质 然后今天是这个讲座的框架 会回答家长一些concern 因为今天来的家长 基本上都是有申请私立高中 或者再就读私立高中 或者有这个打算的家长 所以今天我们打算 把这些核心信息给大家分解清楚 然后今天最后希望大家得到的 就是说你们在做决定的时候 会有一个很好的依据 既有数据 也有我们多年经验积累下来的选择逻辑 然后大家看一下美国高等教育的现状 高等教育的话 这个那个图没放 因为那个图的话实在太复杂 美国的高校分布 那美国高等教育的基础 就来自于它的K2-12系统 K2-12里边呢 今天我们讲的重点就是高中 高中呢 美国总共的高中 大家也能看到 是有26000所 然后呢 这是最新的数据 教育部的数据 实际上私立高中的话 只占不到10% 2800 就是2800所左右 只是湾区呢 因为经济条件比较好 所以大家经常会见到很多的私立 这个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具体的学校 然后呢 为什么要读私立 很多家长实际上在犹豫啊 我们接触过很多是本地的家长 以那个其实以房价为界定吧 我们最早在五六年前 我做这个行业的时候 接触私立高中申请的 主要是集中在 Polato和那个半岛那一圈 那边可能竞争压力比较大 然后呢 家长的话会经常希望 还能够去当一些特别好的学校 你举个例子 就是我们的苹果的创始人 联合创始人 Stew Jobs 他女儿读的那个学校 Crystal Spring 在那个Hillsburg 那个房子也是很贵的 然后呢 再到那个 我记得我刚在Polato工作的时候 当时有些家长 就是有个新一名的家长 问我们一些问题 就说 为什么Polato那边公里那么差 他讲的是那个 Melo Arthurian那个学校 就那个地方是 水交界 East Palato和那个 Melo那块交界处 那个学校很特殊啊 那边房价都是三四百万以上 甚至更高 但是那边的学生的话 种族隔离非常严重 因为家庭收入不一样 有一些学生是从East Palato过来的 那边的话收入比较低一些 然后呢 而且老都是租房 所以当时我就和那家长说 我说实际上 Polato很多家长是独私立的 很多学校只是说 家长不太熟 你像Melo 非常也可以说叫贵族学校 因为相对的家长的背景都比较强 曾经有个家长 自询我们的时候说过 他压力很大 因为儿子在Melo的话 一年第一年的话拿了一个币 后来我说这一个币怕什么 他说不行 儿子印度同学的老爸 就是那个谷歌的SVP 说人家已经在初中有俩专利了 就那种压力是 别的学习体验不到的 可能不光是升学了 就是家长之间这种比较 暗自的比较还是很麻烦的 因为硅谷这大合体公司的话 就有具体的鄙视链 这个是正常的 因为业务之间有冲动 所以我们要回答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读私立 那就这几个点 大家看一下 就是他的课非常的多 举个例子 湾区知名的私立 哈克中学 他的数学课 你如果看的话 是可以和很多州立 公立大学里边的数学专业相媲美的 他数学课非常的多 你如果AP课只属于他中间的课 就是你上完AP之后 你上完微积分BC之后 你再拿一些比较高端的课 这个是只有私立学有这个资源 当然不是每一所私立 都是一样的课程设置 有的私立偏文 有的私立偏理 有的私立偏动手 但是呢 因为这过去十年 高科技行业的长足发展 特别是在硅谷 借于家长的要求 还是借于这些学校 对市场的把握 我们见到越来越多的学校 加了很多的投资 举个例子 我们在两年前 我们团队参观了 在Montory Bay那边 比较非常漂亮 非常好的一所女校 Sanet Carolina 我们整体去参观 然后呢 学校的招生官也是非常热情 带着我们去看 他们的校友 那是个女校 那个校友倦利德楼 就专门做Engineer 我们去看海洋科学 硬件计算机 我们就不看 那个楼非常的fancy 然后那里边的 那个设施的非常的先进 就是我 我本科读的是西雅图的华盛大学 我没有进过那么高级的lab 我们也上过化学课 但是没有那么高端 就纯粹是校友学员 那么 所以私校来讲 课多活动多 他的资源非常的好 资源的话 主要是来自这张校友 校友的话 他们对这个学校非常好的那种 体验的话 他们会持续的捐钱 因为你持续捐钱的这个pattern 会促成你未来你的孩子 继续读私立的这种 录取的录取率的提升 这是非常明显的 私校其实非常注重这个legacy 就是他们注重 你在钱上 在人力上 在别的各种社会层面上 对这个学校的帮助 因为私校非常的小 然后活动非常多 你像我们高中 我们读公立高中的家长 可能知道 孩子两三点放学 啥事都没有了 你要包各种提包对吧 这就是为什么硅谷的话 集中了大量的这种补习 特长包 这个非常正常 因为父母那个时候没下班 然后这段时间怎么填补呢 对吧 而私立高中呢 相对活动完善一些 特别是技术类的 他把活动排的很满 各种俱乐部呀 各种那个运动队呀 然后说到运动 你要在一个公里哈 你像我们选择学生 是在东湾 这个我们自己排名 我们做了个数据排名 是UC录取率最高的一个学校 这个学校呢 你要想进某些体育运动队 其实非常难 因为的话虽然都是亚裔 但是呢 这个精神还是非常激烈 拿个队长很难 在私校上 我们的学生在Stevensson 那个南湾Stevensson 这个学校读书 他们就是非常容易 就是你只要差不多都能进校队 因为整个私校的人就比较少 所以大家云一下 你打你打草地去问 我踢足球 我打football 大家都能排上 所以说就是 他这个资源匹配度 是和功力没法比的 人少 所以说你混个队长 混个那个 versity team都没问题 然后当然了 红色的字 就是大家最看重就是金明翘 这个我一会会展开讲 然后呢 硬件 这个刚才我有提及 就是他们那个实验室 那个lab 那个钱不是白花的 我个人在多年 美国居住经验发现 美国采取的是完全开放的市场竞争 所以造成一个现象 就是美国如果你去超市 你去买个东西 它的包装和内容 一般是比较相似 就它不会差特别大 而在那个国内 大家都是 因为能听懂我讲 这么快中文的 肯定是在国内待过 包装和内容根本就不符 大家有这个预期 举个例子 我刚在美国的时候 我第一次逛到莱斯 我给震惊录了 我就这么便宜吗 我就是没见过那么便宜的东西 然后呢 这是美国的策略 它通过便宜让你多买一些 你可能不需要的东西 这就代表美国的这个 它这种超强的商业竞争 导致的结果 所以引到这个私立高中 我们参观了这么多私立高中 包括我们的自己的学生 反馈上 有些学生 他是在非常顶级的私立高中 找我们做大学升学指导 不是我们申请进去的 但是我们就和他反馈沟通 整体的体验就是 美国私立高中 这个收的这个钱 一年住宿费 加生活费 6万到7万之间 甚至更贵一点 物有所值 物有所值 就真的没有说是讹人的 除非是那种 孩子成绩特别差 送一个很一般的学校 根本就没有什么资源了 那种是被宰的 大部分私立高中 我们觉得能够排上名的 实际上真的是物有所值 这个价格是对得起这个资源 然后呢 师资力量 私立学一般会鼓吹自己啊 就是说我们的高中 百分之几十以上是博士 百分之以上硕士 而大家知道啊 在公立高中的话 很多时候你的生物 是体育老师教的 这个非常正常 包括你的这个体育老师 可能也教化学 就是历史 大家互相串产了 而且呢 大家都有那个 Labor Union 就是老师是有那个叫 工会的 就是很难炒掉他们 他们的薪资也不错 他们有退休金 所以说 公立就产生了一个状态 就是如果家长不是很投入的 课外的资源的话 穿高孩子自决 那如果您的儿子女儿 不是学霸 那很有可能 就是他会 可能会掉队 而私立的话 他注重识资 但是私立哈 今天要强调一点啊 就是私立的差别特别大 这个又给大家讲到啊 然后包小 整体的比例 我们见过大的私立 非常大的私立 你举个例子 名字我就不提了 可能影响家长申请啊 有些私立确实非常大 但是也比公立要小一些 当然 大的私立 舒服一般是比较低廉的 一万多两万多 万五的湾区都有 质量质量也不错 很漂亮的环境 然后这几个就是 我们为什么要读私立 家长要考虑清楚几个点 然后 这个就是 刚才我要提那个红字的部分 就是家长就一个目的 红色的字 我要进名校 我花梦前读私立 我要进名校 这个人之常情嘛 家长想一下 有谁家长跟你说 就是 找工作的时候说 我是 我是Philips Andover 我是Exter 我是Hacker毕业的 没有几个 一般呢 感受自己Hacker毕业的 一般是 本科可能没有那么好 没有那么ideal 所以他用Hacker来显示一下 但是 你所有的私立高中 不管你花多少钱 不管你去多牛的私立高中 全美第一 还是全美第一 你只有一个目的 你希望读一个非常好的大学 所有的家长 要注重这个点 老的家长是跑偏了 他就是 拼命去追逐这个私立 他觉得好像一定能 保证能进 其实不是的 这是个性存者偏差 因为私立 你像 像东部那些 那些技术名校 包括像咱们南湾 那些特别强的 就需要在弯区那些 他排名虽然没有东部明显 但录取率非常的好 就录取名校非常厉害 像Stanford 这种 E.L. Howard 这种学校 他录得非常好 他前提是建立在 这些家长的资源不太一样 家长可能本身就是校友 而且 家长可能就是非复即位 他可能有过去捐款的历史 还有一些呢 当然大部分就是 他大量选吧 一举个例子 湾区呢 在南湾很多家长 是希望还能够申请Hacker的 越早越好 当然你最好的话 你是幼儿园禁吧 对吧 他可能后来又把那个项目砍除 我们就发现 如果是中途近的 Hacker每年在出生高这段 他会吸收湾区很优秀的 一些亚裔学生 大概有50个左右名额 通过考试 面试各种非常强的环节 竞赛来选这50个 而家长他录取名校里边 大部分就是50个 而那些从幼儿园和小学 跟上的那些孩子 他实际上就是正常 你每年交学费 你成绩差不多你能进 所以他就像国内那种 一种教育模式一样 他就是有重点班的 所以家长要知道 就是说 之所以好的私立录取 结果这么好 是因为他选拔过程不一样 他也把那些学习能力特别强 或者客户特别强的学生 提前拔上来的 所以家长要觉得 你孩子如果申请不到 不要至于是你孩子能力 可能是他目前不具备那些 顶尖私立高中的学术要求 因为顶尖私立高中 他招人的话 他就希望家长能去民校 他本身有一些学生 名额是留给自己的 知名校友的 是不一样的 所以家长要定义 其实作为亚裔 我们是真正的少数族裔 我们在美国的根基时间比较短 所以说社会资源相对没有那么发达 而且华人参政医生相对资源少一些 所以这块的话 我们社会资源是 是相对白人和犹太人做一些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刻板印象 就是我们的学术能力比较强 这个是很难逃脱的 所以家长一定要看 你在选私教的时候 一定要看这个 你孩子为什么 就是选一个学校的目的是什么 一定是大学文的 然后这个给大家看一个例子 这个就是布什家族 里边三个人在里边读书 两个是三个 这个就是安多福 这个很多家长都知道这个学校名字 都在东部 这个学校你看他数据多么惊人 他放的是过去三年的这个就读数据 不是录取数据 我给大家讲一个tricks 如果你们在选私校的时候 你要看那个学校的这个录取名单 最差的学校他不告诉你录取多少 他只告诉你 我们每年多少人进大学 中间的那学校他会告诉你 他录取了多少 那举个例子 去年间我们录取了多少 他会加个星号 两个星号告诉你 我们这些学校是有学生在里边读书的 真正牛的是这种 他告诉你 他的matriculation rate 就是说我录取了 这里边所有的学生都是单一档 没有重复offer 录取率是有重复的 录哈佛的人肯定录一圈别的名校 但这个matriculation的意思呢 就是每一个学生只占一个名额 他offer不重复 所以大家看一下 过去三年 哈佛能录30个 这个学校总共1000多人 每一届只有300多人 加上说 那我家孩子这个录取名校特别高 是吧 也不一定 这个真是不一定 然后下面你看20到29的话 全是最难的那些 MIT 普林斯顿 Stanford Upan Yale 非常夸张 当然他有些学生录的结果并不太好 我这边他就没有拿出来 所以家长一定要接点清楚 你的目的是什么 我曾经接触一个孩子 他在南湾 他出动时候考到了这个学校 出动的时候学习特别好 去的话 被打击的体无完复 比文科吧 比如过那些 新加拿地区那些 那些可能是老白人家族吧 他们那种人文教育的这个突出 比里科吧他会发现别的地方的华谊考进去的都比他强 他不算个好的 他只是说他当时考申请学的初中 哎 结果他就他就不去读了 他就回来了 所以说 嗯就是这个 Edward的Fighter School 他当时读的事 所以他回来是有点小抑郁的 所以家长一定要定位清楚 就说 如果你的你想申请学校 你要你要给自己定位清楚 上中下马你要排好 你能进什么样的学校 你的孩子大概在哪个区间 然后呢 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啊 申请大学就一个原则 你要 bake fish in small pond 就是你要是小驰上的大鱼 因为我们在湾区很多公立高中啊 即使那个公立高中 每年可能只录取 五六个Berkeley这种程度 他每年也有录取Harvard Stanford这种case 当然不是每年啊 就会有 所以说 美国大学不会因为你的学校的出生 而其实你 如果你在一个学校够突出 他一定会consider 而这点非常重要 家长一定要注意这个点 就是说 如果你的孩子在一个学校里边 能拿到所有的资源 然后呢 在里边各种成绩比较突出 他已经解决问题了 如果他进了这种名下 假如他考进去了 他里边是中等天下的话 一会儿一样具体的图 我给大家分享啊 你会发现 他前三十进去的概率非常的低 还不如在 本来他比较突出的学校里边 更容易突出自己 然后 这个就是很多家长在问的一些问题啊 就是 他问私立的话 他先问钱 实际上钱的话 我们资讯的家长从来没有因为这个问题问我们啊 因为 不管家境怎么样 收入在哪个区间 他们私立肯定做过功课的 所以具体学义我个人还是不特别清楚啊 因为家长可能不考虑这个问题 嗯 大家看一下啊 适合私立的啊 那那一会儿你们会看到 皮特 他的性格非常适合 就是我描述这个样子 他是非常适合读私立的 啊 性格外向独立自主 独立自主呢 这个不是天生的啊 是需要锻炼 需要家长往后示弱的 一会儿我们分享里边会提 然后目标明确实际性强 读私立就一个目的 我去很好的大学 我因为这几年可能我要读寄宿啊 我可能要离家啊 可能没有在家里边那么舒服的 我可能要独立自主做一些东西 这个非常重要 在一个陌生的环境 在一个亚裔不占多数的环境 孩子实际能力非常重 因为在加州的话 亚裔的这个地位是相当高的 而在别的任何一个州 你会被当成国际学生 因为美国过去三五年来讲 是国际学生 特别中国学生 申请美国高中的一个爆发期 所以说老的时候 我们很多孩子会借在中间 他觉得你是美国人 但是呢 美国人不认为他是美国人 而中国小孩不认为他是中国人 所以这种东西呢 家长觉得无所谓 因为我们到这个年龄了 但是对于孩子来讲 清晰的这个族裔论同感 和自己的身份论同感 非常的重要 然后第二点呢 哪些学生不是个独立自理 第一点啊 一定要强调一下 就我接触过很多家长 条件非常不错 但是家里边生意忙 或者是自己就不太想看孩子 那就甩给私利 然后呢 如果孩子教育出了问题 他不认为是学校的错 千万别 学校你交多少钱啊 他也无法达到 父母家庭教育 在孩子成长中的地位 特别是青春期 除了激素分泌 性格大变之外 他非常的敏感 非常的对世界 一个陌生的认知 他对很多东西 在学校里边被欺负了呀 或者在网上被人给剥离了呀 他没有人倾诉 如果你家孩子不是性格外向 和你沟通非常强 你把他推到私校 你一味的用国的那种励志教育 认为毅力可以占上一切 那你会非常的惨 我们识别很多这种 很多这种例子 就是家长实际上是不知道这个问题 家庭教育 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 三为一体 才能构成一个完善的人格 缺乏完善的人格 学校里边教的一些技能 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他的性格是最关键的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性格内向 不占言词啊 这种孩子 我们其实很多的天生的啊 这个没有问题 但这个家长受到非常关键 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啊 你要读美高私利可以 因为你的学学可能不好 或者你希望孩子有更好的提高 因为有些孩子确实是学霸 他本身的这个功力高中 或者本身的私利 已经满足不了他这种能力了 那这个时候 我是强烈建议父母要陪读的 如果达不到陪读 那我觉得有一方要陪读 那有一方陪读的话 你们就要确定家庭关系的问题 就是能不能很好地保持这个家庭关系 这个是非常关键 因为教育本身呢 是孩子一生中的一个过程 我不认为你进哈佛 就一定会成功 我也不认为你进UC San Diego 你就不会成功 性格非常关键 孩子的成熟和学历加起来 才会做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选择 所以我觉得家长要慎重啊 这个我觉得不是一个花不下钱的问题 就是你要你要了解 青春期的孩子是非常vulnerable的 然后咱们讲到这个 咱们就讲那个高中排名的理性 那前面两个家长说 我的孩子就符合这一条 我们也会去陪读 我们也很关注 我们沟通非常无尽上 那我们就摸不到下一步 那排名理性分析 相信在讲座里边的家长 如果您是做过调研的话 你肯定知道这两家排名 左边呢是美国最权威的美高 为什么权威 因为他做的早 他和US News一样 他靠这个发家的 过去呢他靠卖信息赚钱 后来发现这个排名本身很赚钱 他就通过这个来引流 很多家长 他就在自己的网站上推一些豪宅的广告 然后呢 大家进去的话 他会拿到钱 所以他这个信息资讯公司 他做了各种各样的排名 然后呢 他的排名呢 有很大问题啊 他吧 有个10% 大家看一下这个图 他排名啊 你看大家看一下 这是在美国的排名 他这么排的 反正这个我就不仔细看了 因为这个时间片有限 第一名的话就是 安多福 刚才我分享那个 名校的那个录取案例 然后第二呢 就是也叫Philips X 然后第三呢 Sam Mark 到第四 哎 就是我们奥克兰这个区域的一个非常好的私校 这个学校呢 好 也有好 也有不好 这个回头就可能再讲 我们之前有学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 就排第五 叫Hodgkies 这个学校呢 是耶鲁的Fitter School 最早的一任校长呢 是耶鲁的以前的副校长 这个学校 一般的话来讲 过去几年啊 每年的话 有十几个 甚至二十个民族渠道 耶鲁 你看他学生很少 只有六百个人 但这个学校的画家里也非常大 我们的学校在里边就是属于很难定位自己的 然后这个是在南疆 Howard Westlake 这大家都知道啊 然后呢 我想告诉大家的时候 你在看盘明的时候 一定要看两点啊 如果您是一个国际学生 你要看右边这个logo 这叫Funding School 这个我相信 只要你研究过美高 你一定要增加 这家是我认为做数据做的最好的 它符合中国人的预期 它用的数据呢 就是中国人最关心的 升学率 SAT AC 成绩 AP 考试通过率 名校录取率 就那么直观 但是这个数据也有问题 就是如果您是美国的家长 他的数据里边放了很多国际学生的一些因素 比如说对国际行政态度 这个学校里边的人群比例 包括一些支持的资源 就这东西是国安区家长不太关心的 还有家族家长不太关心的 另外呢 这个Niche排名也有问题 它呢 你看 它的数据源有问题 它是来自用户的Self Report 这个就很扯啊 你说谁会 谁会上去写数据没事 那肯定是觉得特别好 或者特别差 就像你去一个餐厅 你看一个评价 一般都是两极分化 特别好的 那种广告单不算 就那种水军单不算 就正常的你要看评价啊 要不就特别好的 也不特别差 中间那批人是被忽略的 而任何一个社会组织里边 中间的人是占多数的 所以它这个Self Report 这个Niche User 这Data是有问题的 另外一点 它有个10%的 这位置是在Culture and Diversity 这就为什么啊 Niche有个功力学校排名 咱们湾区知名的顶级功力高中排名都比较低 你举个例子 在南湾Sense Jose和Cruperino交界 那个Linburgh High School 他们的那个亚裔比例大概是将近90 然后呢 他在这里边的reading就非常低 因为他不够diverse 美国人认为diverse的意义就是 足以不一样 实际上diverse真正的definition 是你的思考不一样 你可以都是中国人 可以都是移民 但是我来自不同的省份 我来自不同的民族 我的父母从事不同的行业 所以我对一个问题的思考角度不一样 这才叫diversity 但是现在变成足以政治的一个牌了 所以家长要小心啊 就是你们带个孩子沟通的时候 你们要搞定这个概念 要小心这些概念的通换 所以这个数据也有自己的一个bias 而且有一点啊 US News 美国大学排名 大家我经常鼓励大家要看啊 就如果能力可以的话 往高一点冲啊 原因是什么呢 那是一个社会的共识 大家一说哈耶普斯玛这些学校 家长都这个脑子里边就想 哎呦 想的是成功人士 这种品牌的话证明度很高 但是美国的排名将来在你社会上 没有这种价值 你在找工作就业 创业包括 你放进哪个高中没有任何意义 大家可以想一想啊 你们在过去那么多创业的故事 在湾区上 大家逃不了这个创业的故事 一些书啊 包括影视作品里边 你见有几个扣方的 两个人是高中同学的 几乎我个人知道的 百分之九十甚至百分之百 都是大学同学 高中孩子TL这阶段 他是不够成熟的 大学才是成人的最关键阶段 所以我觉得家长就是这个排名 看看就好 具体的学校你要看核心的数据 会说我给大家一个具体的 一些matrix 这就是这两个数据的一个差别 另外刚才那个funding school 这个确实不错 他你看 这就是家长对关心的 他有54%的数据 是我们华语家长对关心的 这个学校的教育质量怎么样 那体现在他的ACDACD上 对吧 你的课程数量 AP课程数量 荣誉课程 还有那个高阶课程 还有你的师生比例 还有前面 前100录取率怎么样 前50 这点的话 funding school 做得非常的好 但他有个问题 因为他是针对国际学生 所以他只涵盖了 他有排名的 只涵盖了boarding school 寄宿学校 所以咱们湾区的学校在上面 是没有排名的 所以家长不要觉得 我们湾区学校不好 湾区那几个顶级高中 录取结果一点都会这些差 录取难度甚至更高 因为他主要是服务于湾区这些 就是高科技行业 这些里边的一些 非常有钱或者是有教育水平的这些人 大家看看这些学校 我们的那个加州比较不错的 Kate在南加的 这个呢也是排的比较低 14位 所以这个呢 两者都要看啊 我家长在做判断的时候 因为毕竟四年非常关键 你大学四年非常关键 你高中四年也是 孩子成长的关键时期 把握不好方向的话 会不会出问题 所以我家长要客观分析 你要什么 而不是只看着个别的排名 两个要结合一下看 然后呢 说完排名的话 我们就看哈 我用了一个数据是比较老的 2017年了 2017年的时候呢 那时还没有做非常具体的细分 它是合在一起分 这篇文章 这个截图呢 是在Business Insider 他做了一个promotion 大家看一下 当时当年的排名啊 我为什么选了14个学校啊 是因为 我知道的是这些名字 底下那些我不太熟这名字 这三个哈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西海岸的 Pedito的Lakeside 就是比尔盖茨读的四里高中 他在 在华盛顿州 在 那个 在一个Mercy Island上 一个岛上 那个学校还是不错的 就是私校 当地的一些 经济条件比较发达的一些家族 会让孩子去在这儿读书 然后呢 Harvard Westlake again 他就是在南加 LA那个area 录取结果非常好 然后呢 第十名 就是呢 我们的college 就在那个奥克兰 奥克兰这个学校 这个学校有个特点 我们曾经有个学生啊 很多年前了啊 现在说的没事 他是 他们学校有明确规定 不让在校外找counselor 他们不让找 这个学校有这个特点 他们觉得自己counselor足够好 但是我们的学生呢 还是不太放心 他呢 还是找别的counselor 听取这些建议 哈克大家很熟啊 在湾区 这是 这是亚裔学霸聚集地 然后大家看一下 这个counselor prep 你看他这个 正在湾区排名 整个加州排名第一的 一个录取学校 他过去五年呢 去就读的人啊 每个offer都是独立自主的 没有任何的overlap 是有24个人去 去那个U Chicago 哈佛有13个 数据也非常好 因为这个学校人数非常少啊 他比那个act要小 就要小将近一半 比安德佛要小一半 所以家长在看录取率的时候 数据的时候 你要针对他每一届的人数 因为你的孩子 大概率的话 是属于中间那块 学霸非常少 为什么 因为在全国范围内的话 没有什么纯正义的学霸 嗯 然后大家再看啊 我就刚才那个数据 已经给大家看过了啊 像安德佛这个学校 给大家过一下 怎么派那个学校的 这个学校好不好 他的sdct的中指啊 那个在英文部分 能达到720 然后呢 总分的话 大家加一下 就是1200 1460 这个学校 中指啊 这是一个中间的指 你就想想这个学校 多么恐怖 因为这个学校 别忘了 不是都亚裔 亚裔上场考试 所以说这种学校的话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 那么容易 然后他的五分率 非常的高 然后大学录取结果的话 就非常明显了嘛 然后还有我们的 Peter这个学校 一会儿我有个数据 因为 这个这个数据的话 他学校给拿下来的 去年还有的 今年没法看 录取结果也非常好 Peter这个高中的 一会儿分享的嘉宾呢 他是旧金山 最好的私立高中 每年的录取率 大概和康奈尔的录取率 差不多 15%左右 非常难 如果这个学校 收国际学生 他录取会更低 因为这位置非常好 中国家长非常喜欢西海岸 但是他不收F1 他只收美国 绿卡或者公民 所以稍微好一点点 第二排名第二这个呢 他都收 所以竞争力稍微大一些 单纯从录取结果来讲 差别不是很大 又回到这一点 我觉得要给孩子定位 就是你如果想去名校 其实很多不同的渠道 首先的一点 我觉得申请 如果这个高中 如果你们自己尝试了 或者找机构帮你们申请 你们没有进 进力之后没有进 那我觉得不要苛责 不要认为孩子能力不足 而是说这条路 可能不太适合你 不代表你能力不足 因为你的目标就一个 你还有四年的时间 什么都是崭新的开始 千万不要误以为 只有去这个学校 你才读一个很好的大学 不是的 完全不是 这个学校里边 很多学生读的结果是非常差 这个就是私校录取的一些标准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总结了一下 这个比例是认识我们的经验 所分享的 私立学校录取 最重要的就是面试 非常的关键 孩子的谈吐 有的学校是要求家长也面试的 但学校还主要是看孩子 一个孩子的成熟度 他思维的敏捷度 他的逻辑思维 他的思辨能力 全部体验在面试里边 因为那些问题你是查不到的 你可以准备 但是你永远不知道他问什么 而且周期很长 我曾经在一个学校访 学生访校 我们整个走的过程 后来我们回忆啊 就是面试 就是从那个招生官 开始接待我们 开始聊 聊完之后呢 带我们去参观学校 两个学生代表 带我们去看 我们整个和那家人的互动 还有呢 就是我们坐下来聊天 比较放松的一个状态 还有他最后加了一个环节 走了五个在校学生 来回答我们的问题 我当时当翻译的角色 很多年前啊 比家长翻译 然后在这聊 结果后来发现 他们回去都打分 所有人都打分 就是你看似非常放松 他是为了看一个正常状态 这非常像 一些顶级大公司 他在录取一些 比较关键核心职位的时候 他会和这个人吃饭 在不同场景和这个人聊 因为你也知道 在一个核心团队里边 这个Leader是一个非常重要 这个人如果比较正式的状态 他是表现的不太自然 所以当时我们的一天的形成 我们也很满意 对方也还可以 所以我们学生录取了 非常好的学校 所以家长一定要注意 私立学校这点非常重要 然后推荐信 推荐信的话 大部分孩子是比较普通的 但是总有那么个别的孩子 老师的评价极高 这个就是非常加分的 因为老师更相信老师 你这个时候找一个 非常有社会地位的人 是没有太大价值的 除非有社会地位 这个人是校董 或者他捐了很多钱 校友也可以 其他的话没有关系 美国人非常务实 这个人对我学校有什么影响 他能够带着价值 还是我们学校招生办 和他有特殊connection 别的话不用想 如果有的机构说 他有资源渠道的话 那这个学校一定是招生有问题 因为这种学校 他不缺钱的 他不需要通过渠道 然后再要成绩 初中生成绩都不会差 这个我们都见过很多 科学活动 这属于特长的 这个孩子乐器 体育各方面 还有数学 这个初中阶段 不会特别特别特别很难 但是这个我们家的权重 比较高的原因呢 是因为有些学校 他乐队里边正好缺一个 举个例子黑管 出黑管了 那这个孩子就占便宜了 真的是有这种情况 我们见过很多 因为私立高中非常小 他有时候正缺少 缺这么个角色 和大学不一样 大学的话 整个技术比较大 所以家长在做申请规划的时候 一定要注重这些点 他和大学申请完全不一样 还有一种操作模式的就是 你们的仿效 还有一点就是 你带文书的话 你有很好的素材 因为你如果不参考学校 你在面试的时候 包括你在写文书的时候 你是没有素材的 因为私立高中非常小 他非常注重这种社区融入感的概念 和大学不一样 大学的话 你能查到很多资料 第三方资料 高中的话 你不到那 你是很难用言语 来表达这个学校的独特性 而且又看看很多学校 标划考试的话 就是我们常见的 SSAT和ICE 这俩考试呢 形式上有些区别 SSAT还是沿用了 对了加分 错了减分 不答的话 零分 就是那个题目 他的 他的提的那个难度 也是很高 分低阶中阶高阶 这个我觉得孩子 即使不申请私立 也可以考一考 你可以很好的鉴别 你这个初衷教学生是怎么样 很多孩子 从小考这个试 特别是英文部分 他会发现 他英文确实很强 这种孩子 我们将来不会瞅 他在高中里边 他的课没有问题 因为亚裔最不怕的 就是理工科 理工科的话 只要有好的推识 那一定会有短时间的提升 但如果你的文科基础一般 那可能几年时间 不能有短时间的提高 所以这个考试 我建议家长 让孩子去考一考 不要考真实的 那比较贵 可以做模拟题 这个比ICT要稍微容易一点 但是呢 是ICT很好的铺垫 对词货量提升了很大的帮助 这个是一个建议 ISE也是 时间有限 我们没法展开讲 这里这个考试的话 还是很有区别的 你主要看哪个学校 需要哪个考试 湾区的有些学校 是比较喜欢ISE 但是从全国范围来讲 特别东部的一些 好的技术学校 ICT是最受欢迎的 然后申请系统 这个呢 可能有点太细 我就不多说 这是美国大学申请 有几套系统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软件解决方案 大学在这里边建立一个账户 然后呢 你可以通过它申请 所有的信息都在那 这个也是一样 美国的话主要分三类 SAO呢 是SICT这家机构办的 大家可以稍微扫一点 它有些学校在这 这就是SICT机构办的 它囊括了很多知名的湾区学校 但是如果你要申请 旧金山湾区的私立高中 那你一定逃不过这家的 Ravena 他们家囊括了湾区最好的私立高中 全在里边 它是另外一套实际系统 然后呢 这个是东部的一些学校 Balling School 他都用这家 每个都不一样 这只是不同的软件解决方案 没有实质区别 就是有的学校 甚至两个都有 但是有一点家长要注意 美高的工作量非常大 因为他有在不同的系统里边切换 他的文书问题特别的杂 父母要写 孩子要写 所以工作量非常大 虽然deadline是明年的二三月份 但是家长 如果你有这个想法的话 我建议你还是 多比较几家机构来看一看 哪个更适合你家小孩 还有一点 我刚才忘了讲 这个特别重要 你的去就读的这个 倾向性非常重要 如果你在面试中 没有表达出你真的想去读 你只是有很多option 那学校可能给你一个willis 或者直接拒绝 为什么 大学和高中最大的区别 大学的话 我发像博和利 我发100个offer 我大概能回来算40个 这已经不错了 博和利中公立学校40个 因为他无所谓 他每年的数据比较稳定 但是公立 思理高 你想想一下 我发了一个offer 我回来40甚至60 我的学校倒闭的 所以非常的关键 今年特别今年疫情期间 思理高中每个使用员 一个罗伯一个坑 他的那个 这四年的收入 他一定要拿下的 而且他要挑合适的学生 因为每个学生都申请好多个 所以你怎么去demonstrate 你的intention 这个非常的关键 这个是一些技巧的 这个呢 因为韩人就画 不管各位是申请怎么样的私立 是要不要读私立 这个无所谓 大学 您可以照照片可以截屏 大学就看这个 这是我们多年的工作警察 总结的 红色区域你控制不了 月绿的地方最重要 GP最关键 GP最最关键 所以家长一定要记得 不管你读什么高 你GP如果不在上等的话 前三十就不要考虑了 还有一句话 冰冷的现实 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统计 去年来讲 我们用手工计算了一下 这个藤校录取率1.6% 所有美国高中毕业生 又读四年大学这批人里边 作为分母 然后呢 分子就是藤校就读的人数 我还不是说藤校录取的 我直接放就读的 他实际上只有1.6% 如果我加上高中毕业 不读四年读社区大学的 或者不读书的 然后我把分子再调一调的话 1%都不到 所以家长知道 你们孩子读疼校的概率还是非常低的 这个是一个统计学问题 所以家长千万不要以为很容易的事 你是个全国竞争 还有国际学生 然后呢 即使前三十的 也只有6% 高中四年毕业 读四年大学这批人来讲 只有6% 所以家长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容易的事啊 因为你们听到的 一般都是喜欢炫耀 炫耀一下自己啊 我这孩子进哈佛斯坦福的 或者有些妈妈就说 我是斯坦福妈妈这种的 我觉得这要兴奋者偏差 因为不进的人不会出来说 对吧 我这也没有必要比 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还是那句话 你进什么学校不代表你将来的成功 家长千万不要被这些学校的营销给影响 但是呢 如果这孩子付出努力 家长有规划 他一定会有提高 这是教育的一个本质 然后这就是我刚才讲的最核心的一点啊 就是家长来讲 你如果是去了安多福这个学校 这是安多福的一个成绩分布 家长注意点 每个学校 这个GPA不太一样 有的学校是6分 咱们大部分是GPA4.0 安多福是6分 Huskitt是12分 但是无所谓 你千万不要担心 无所谓 大学自己会算 他都会算 他会折成4.0 无所谓 然后大家看一下 在这个学校 安多福我们当时数贯 他去年300多人里边有70多人录取了藤销 70多人 录到前十大概是占120人左右 前十加藤销 然后呢 大家看一下 实际上就是这个比例 那你如果在安多福 你成绩不在前36%吧 不到40的左右 你就进不了前30 那大家想一想 哎 我怎么觉得在湾区随便读 功率高中 能努力一行就能进前30 就这个道理 如果你 你真的是没有那么强 而且孩子抗按能力没有那么那么那么好 你跑到这个学校 你被虐到中间这个这个档 5分到5.25 或者甚至偏下 那你最后的结果 你前来是进不去的 不过连LV都不要想的 所以说家长一定要考虑 我的孩子真的是那种强到要需要挑战 还是他已经比较吃力了 在这种学校里边反倒会不太行 因为自信很重要 然后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博尔特 大家知道 这个人已经退役了 世界纪录保持者 百米9秒58吧 就是飞人吧 他是1米95的身高 675 他的腿长是1米1几 但是呢 他大腿竞长是1米 他跑100米只需要41步 想象一下 就这种身体调调 他是不是就适合跑100米 我在讲你们的孩子 你们的孩子呢 他有可能擅长考试 有可能擅长乐器 有可能擅长体育 有可能就是心理善良 擅长帮助别人 有可能他什么都不擅长 他擅长想象力创造力 或者擅长演讲 他总有一个擅长的地方 对吧 善良本身一生有优质的品质 每个团队 每个机构都需要 就是这就是你的特点 你要你要了解你的孩子特点 才能够去突出这个特点 他将来的规划道路 包括人生选择上 你才有一个清晰的路径 而不是一味的 把所有的孩子培养成一样 那你会遇到这种情况 大家看到菲尔普斯吗 这个华裔家长 特别喜欢孩子游泳 很多家长比较熟 他就说亚裔孩子 在初中阶段比较强 高中就不太行 可能别的一些各方面原因 初中都比较强 游泳成绩 大家看菲尔普斯 这个飞鱼 游泳天才 一堆金牌 他1米93的身高 他腿只有82厘米 非常短 然后呢 他的那个胳膊 必然也是很长 就他天生适合 我不是说这种人的话 有这种身材 一定适合 一定能拿世界冠军 他有先天优势 所以有的家长 当你还在做很多 课外活动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的某些活动 特别突出的时候 你会选择 让他做一个均衡的人 还是应该突出重点 千万不要被 曾经我们国内的教育 给影响 就是说 你可以用意志力 战胜一切 实际上人生 短短几十年 特别是在年轻 退休之前 如果你不打特长 你是倍功半 而不是事半功倍 效率会非常的低 那你会用 自己最弱的地方 或者对强的地方打 你这样的效果一定很弱 然后另外一个例子 可能大家就更直观了 您说好知道吧 就是我们的华人 华人的英雄 亚裔的华人英雄 他曾经做过 时代周刊的 那个封面人物 就因为他有 林峰狂那个时刻 不管是媒体做炒作 还是各方面 确实给我们争的很大脸 让人知道 我们黄种人也能飞 也能跳 对吧 非常篮球智商非常高 大家看他的身体条件 其实就很亏 因为他一米九一 不算矮的在华人里边 但是呢 在NBA这个打法里边 他打得分后卫 全身体素质最强的一批 他对我各种受伤 各种原因 当然也有歧视了 因为他是个亚裔 其实各种歧视都有 他通常就被歧视 他最后现在北京打 也不错 但他数据就是不突出 他膝盖受伤各方面的 我曾经见过一个 黑人重名的球员 韦斯布鲁克 他的打比赛的时候 半夜白就撞撕裂了 坚持打完下满场 三个月之后照样恢复 他真的是有的人 天然素质就好 我们不能够负责其事 但是呢 从统计学来讲 那个 有些肤色的人种的话 他相对一些体育能力就是强 这个是一定的 你可以看统计学数据 这个不是说你在说的 是有原因的 如果你的孩子是林书豪 我不太建议 因为他这种身高 他这种打法 美国非常多 他以前是跑到 high school的school captain 是加州二级联盟的 这个最有加州球员 但那是二级联盟 一级的话 还是不太行 所以说他就吃灰 他直接剩下的话 就很多波动 但如果你是姚明呢 如果你有姚明的身高 你知道成功概率有多高吗 这种身高 你可以不打篮球 但如果你打的话 你的概率 我觉得是比林书豪那种身高 要高至少上半位的 所以我们整个人生 是一个概率游戏 你是打算 见读偏锋 赌一个不绝对的未来 还是了解自己 还特长之后 在不断叠加你成功的概率呢 所以我现在要思考这个问题 这个是策略 就这个是教育的一个理念问题 所以为什么我们强调我们是 现实的理想主义教育者 是因为我们是务实者 我们不会一味的让孩子去冲那些 他有上限的 但家长就说 你怎么知道他有上限 他都没努力 很简单 因为我们的经验 我们的老师非常有经验 我们的工具非常有经验 我们可以通过一段短时间的训练 知道他在单位时间内 这个活动产出价值高 还是这个考试产出价值高 非常明显 因为这是大量过去经验 积累的这种感觉 所以说家长一定要慎重 就是说你们带给孩子做教育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优势的地方 我们没有见过哪个孩子没有优势 如果没有优势 实际上没看到 然后回到最后一点 就是说在我们马上进入 对大家最期待的访谈节目 我们就是来讲这三个点 实际上中国古老的哲学 非常好 实际上就对学生的了解 对他性格 对他特长 对你们家庭资源的了解 对支笔 就是对这些高中录取政策的了解 这个我们比较擅长 当然我们更希望 家长找我们是对孩子 更深度的了解 因为学校的信息网上都有 没有太大意义 因为孩子基本上都是ABC 英文都没问题 然后战略战术就是经验了 这个因而异 在最后最后 就是在那个 我们进入这个访谈之前 给大家看一个 就是我最后 我昨天晚上在准备讲座的时候 突然想起来 我突然觉得这东西挺顺口 这个我就弄了顺口流 大家也可以教育打优势吧 私校的话 你们再考虑这几个点 课班 课多班小师子好 活动资源进名校 然后学霸学生定不少 知笔放得到 就这四个点 家长如果觉得今天讲座 我讲的比较晕的话 可以记住这几个 就将来你们私校申请的时候 在选择的时候 一个依据吧 就是我们多年经验的一个总结 我把它用一个比较押韵 比较通俗的形式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的讲座群 一会儿我们给大家看 我们每周会有讲座信息 那今天的讲座呢 就到这里了 然后我们屏幕上面呢 是我们新建的这个我们的讲座群 因为第一群呢 已经基本上要满园了 所以我们开了这个讲座二群 也欢迎家长那个扫码加入我们 然后关注我们每周的讲座 那如果家长还有另外的一些问题呢 欢迎致电或者是email 然后也可以加我的微信 我的微信ID呢 也在屏幕的下方显示出来 有任何问题呢 我们都可以随时联系 然后我们下周六不见不散 同一时间 谢谢